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四百九十六回 龙京郡死了一个告老还乡的怀化大将军钟鸿武 结果横空出世了一个原本是无名小卒的鱼龙帮 鱼龙帮一举拿下龙京郡大部分水陆生意不说 甚至靠着手眼通天的边境走私 据说在灵州幽州上层官场都能左右逢源 江湖新平的十大帮派朝气勃勃少了以往的暮气沉沉 灰山紫衣无疑是最大的营家 不但让自己的大雪平去月楼 济身前三 一举超过江河日下的龙虎和蒸蒸日上的武当 与吴家建种和烂陀山并肩傲视武林 而且还带着春神湖快雪山庄鸡犬升天 之后又难将被调侃为纳兰先生压混的龙宫 北地新兴的门派刀庄 西数珠海内游腌制平美人谢谢领衔的春铁草堂 垫底的北梁灵州鱼龙帮则是最出人意料的一位新贵 既无一品顶尖高手做定海神针 也无可以拿出来显败的深厚底蕴 不过几场数百号人参与其中的群殴之后 吞并了几个别州帮派 倒是不再有人一天到晚阴阳怪气的冷嘲热访 那个年纪轻轻的女子帮主 声势随之是不断的水涨船高 只是不知为何他始终少有露面 多是那些个又纠占雀巢之贤的外来户大客亲来主持事务 以往的江湖 杨胜阴衰 所谓的女侠和仙子 那都是锦上添花的点缀 掀不起大风浪 如今大不一样了 十大门派里头光是女子魁首 有武林盟主轩云清风 龙宫新公主林洪元 西数谢谢 再加上鱼龙帮的刘妮容就已经有四个了 几乎与男子平分秋色 只不过四位女子之中 刘妮容无疑是最不起二的一个 既没有谢谢那种胭脂榜美人的姿色 也无轩辕清风的巅峰舞技 甚至在鱼龙帮中都隐约像是退居幕后 形同傀儡 很多灵州当地人难免要为其打抱不平 从来都是殿大七客 哪有殿大七殿的道理 龙京郡内九富盛名的南乡子酒楼 一名没带英气的女子独自登楼 要了几份招牌石令菜肴 临窗饮酒 掌柜的是龙京郡郡城的老人 跟已经金盆洗手的刘老帮主关系莫逆 见到这名亲眼看着长大的晚辈女子 郁郁寡欢 不由心有侧眼 只是老人知晓女子的脾性 也不好表露在脸上 只能让人找出教藏多年的好酒 亲自揭开泥风 陪着喝了一碗入喉火辣的烈酒 聊了些刘老爷在年轻时候的江湖事迹 当老掌柜瞧进一行人趾高气昂的灯楼 他叹了口气 默然起身离去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何况如今的鱼龙帮 可不是他一个卖酒的糟老头子 可以掺和得了 那女子抬头望去 三人皆是先后两拨进入鱼龙帮的客卿 正值壮严的魁梧汉子 是幽州啊 凶名昭彰的刀客 玄佩一把鸣刀 倒一 老者呢 是河州境内名列前茅的那家高手 临近二品境界 有着单亲手的美誉 年纪轻轻的一个俊义公子哥 反倒是三人之中最为实力强横 更使得一手精妙的暗器 让人防不胜防 是江南道上冒了尖的江湖俊彦 鱼龙帮当下号称拥有四大供奉十八克卿 这三位 那是二供奉蒋慈熙的心腹 出身南疆的魔头蒋慈熙 曾经以二品境界斩杀过一位 南方遵从道观的指悬真人 不说本该被江湖传手的蒋慈熙 就算是配有倒一刀的刀客许大昌 也是除了刘老帮主外 任何一个旧鱼龙帮老人 都无法抗衡的棘手角色 这样一个真真正正鱼龙混杂的鱼龙帮 恐怕除了灰山紫衣这样几近无敌的女子 谁都无法震得住那一大帮子抱团结党的 拔护人物 丹青手许昆山就在江湖私混 是个成了惊的老人 虽然打心底瞧不起那个女娃娃 但仍然和颜悦色的称呼了一声刘帮主 许大昌一手握住倒一刀的刀柄 面带饥讽 大大咧咧坐下 自己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这会儿的鱼龙帮人多势众 简直可以说是兵强马壮 就像那些个私职边境走私 谁都摸不着脚跟的家伙 甚至可以大摇大摆的持有轻弩 连官府都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一撮人呢 都是大供奉方高齐的人手 只是方供奉一向不参与鱼龙帮的权力争夺 大伙都猜测这家伙多半有北梁军的背景 自然谁都不敢去招容 但是包括蒋慈禧在内的其余三尊供奉 那都是各自来龙去脉 十分清晰的地道江湖人 三人互有争斗 又互有扶持 很快就将眼前这个名义上的帮主 给彻底架空了 年轻女子本就无法服众 比拼心术 哪跌得过这些深谙江湖规矩的老城府 不但逐渐说不上话 更沦落到被两名年轻客卿当作赌注 军衣男子落座后 凝视着捉对面的女子 他微笑道 尼蓉啊 我今日有时将与宋春翘在摇华池比武 你可愿意为我鼓气一二 刘尼蓉仅是眼神冰冷 没有太多情绪波动 许大昌最见不得这小娘们的冷清模样 他跟帮内许多外来人士都一样 出入鱼龙帮之时 听说似乎世子殿下曾经历临过本帮 与这个叫做刘尼蓉的娘们有些交情 他们因此啊 起先都还有所收敛 夹着尾巴老老实实的做人 甚至不乏是有人呢 希望着拿鱼龙帮当作跳板 以此获得新凉王的青眼相加 指不定就能在灵州境内捞取个一官半职 可是在鱼龙帮私混久了 就越没有人相信这年轻藩王跟本帮有太多牵连 即便真有 也不过是连露水姻缘都算不上的香火情 一来他刘尼蓉 本就不算是如何姿色出彩的女子 二来他若真是北梁之主豢养的一只 院外的野雀 为何鱼龙帮几乎都要改姓了 也不见有任何的风声 从梁王府传过来啊 许大昌摘下了抖衣刀重重拍在桌上 然后端起一杯酒递给刘尼蓉 他应笑道 帮主啊 是想喝敬酒还是罚酒啊 俊雅男子笑眯眯瞪了眼许大昌 许大哥 怎可对帮主如此无礼啊 许大昌放下酒杯 皮笑肉不笑道 许某人不认什么帮主不帮主 若是许某人的弟媳妇 才肯当做一回事 刘尼蓉终于平静开口道 奇谷梅 听说你跟宋春翘比武胜负 决定了我的归属 竟然有江南名士风采的公子哥一脸的乌骨道 尼蓉 生气了 刘尼蓉看了他一眼 愣笑道 要不拖延几天 既然是比武 总是捧场人物越有地位越尽兴 我试试看能否请得动灵州刺史 旗鼓梅笑道 徐刺史操持一周事物日里万机 尼蓉只怕是请不太动啊 啊 许大昌翘起来狼腿 吸了一口酒水 他吃笑道 刘帮主就别打肿脸虫胖子了 就你们鱼龙帮那点破铜烂铁的家点 早给兄弟们摸得一清二楚 还想着跟正三品封江大利扯上关系 你不嫌难为情啊 齐某都替你害臊 再说了 就你那点三脚猫功夫 还不如老老实实给齐老弟相扶脚子 鱼龙帮啊 就交给齐老弟那里吧 啊 又有蒋老供奉震慑娇娇 那鱼龙帮才算走上阳关大道 不选风流体躺的齐老弟 你这娘们难道瞎脸 会选那个五短身材的宋春翘 那黑的跟块木炭似的 说到这儿 这许大昌自己笑了起来 眼神炙热污秽 宋春翘 黑的一塌糊涂 帮着 你皮肤倒还算是白 若是在床坛上坦诚相见 还是有点预测 刘霓荣正要出手教训这个口无遮拦的浑人 一直冷眼旁观的徐坤山笑了笑 手指轻敲桌面 就把刘霓荣桌前的酒杯弹到一尺高 然后在外泄气急牵引之下 酒杯静止悬停 这一手卖弄可绝不是刘霓荣可以做到的 一直在观察刘霓荣的旗鼓眉突然皱了皱眉头 他看到女子眼中闪过了一抹从未见过的异彩 但是很快的一闪而逝 徐大昌他转头望去 一大一小三人从楼梯口走入二楼 居中那位竟然比七股梅的好皮囊还要稀狠许多 身边两个小兔崽子也不像正常人 一个少年双手懒洋洋的搭在扛在肩头上的一柄长刀上 另外一个背侠绑剑 一副跟一头刺猬差不多的滑稽德行 这可是灵州难得一见的场景啊 北梁这里比外边江湖那可要枯燥乏味许多 不太有人喜欢讲究滑稠噱头 这跟民风有关 大多都是直来直往 鱼龙帮很多新人一开始都不适应 这远远不像中原武林那样 打架之前的喜欢唠叨半天 说失诚啊 说缘由啊 说道理 说规矩 但这往往说大就大 甚至两人之间仅仅一个眼神不对付 就会拔刀相向生死相搏 眼前这三位生面孔显然就比较鹤立鸡群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圈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许大昌没有轻举妄动 灵州的匠种子弟多如牛毛 说不定撒泡尿就能尿得三四个 虽说这些高粮顽固 如今一个个龙有浅滩 可也不是说谁都能随意踩上计较 许大昌看了眼内力深厚的徐坤山 后者胸有成竹的点了点头 应该是老者辨认出了陌路三人的契机平平 不会是能让人的阴沟里翻船的高手 许大昌有了底气 他屁股一拧 带着椅子一同转过身 声应道 哎 滚远点 老子已经抱去二楼了 那个比旗鼓没瞧着还要更像世家子的年轻人笑道 徐龙邦很威风吗 年轻人是在问刘尼荣 对其余三人根本就视而不见 许大昌是暴躁性子 当即就宁笑着站起身来 随手提起了桌面上的岛医刀 扛刀少年咧嘴道 师父要不我来 还有王生千万别跟我抢 王生冷哼一声 徐坤山脸色巨变 赶紧给旗鼓梅丢了个眼色 旗鼓梅不动声色的站起身 温温而哑道 帮主 属下还要赶往摇滑持比武 就先行告辞了 刘尼荣面无表情 许大昌一头雾水 但还是跟着旗鼓梅和徐坤山走下楼 在楼梯上三人都清楚的听到扛刀少年 跟那绑剑少年喋喋不休的抱怨 挖木头 剑气是用来杀人的 不是用来吓唬人的 打草惊蛇了吧 害了我丢了三根炼刀桩子 再稀烂的桩子也是桩子好不好 你赔 师父 你得拼拼力 徐凤年没有理睬吕云长 透过窗户看到走出楼的三人 旗鼓梅更好抬头望来 这名公子哥还不忘不识风度的微微一笑 徐凤年不予理会 坐在刘尼荣那一桌 他轻声笑道 不说找徐北志办救兵 你好歹找浮水房的方高齐说几句也好 多不至于这般田地 刘尼荣没说话 吕云长对这次龙京郡之行大失所望 神仙师父不过是跟那娘们蹭了一顿酒喝 聊了些有的没的连钉点的风花雪月都没有 更别提对着那啥鱼龙帮的虾兵蟹匠大开啥界了 离境之前呢 吕云长一直在那捞了叨叨 说这个天下第十的大帮派的女主人 相貌平平 修为平平 总之啊 都是在给神仙师父打抱不平 言下之意啊 要换成是她 才不会跟这么个女子浪费精气神 一向不怎么乐意跟吕云长废话的徐凤年 破天荒的说了些心里话 说自己不是找媳妇 刘尼荣好不好看并不重要 至于刘尼荣习武资质如何 不影响她是自己心目中的女侠 吕云长听到这儿瞪大眼珠子 就这刘尼荣也配当女侠 徐凤年打赏给少年四字评语 对牛弹琴 接下来呀 师徒三人奔赴梁州 一路上徐凤年陆续传给王生十多件的粗糙披子 有老黄的九件 杨比九老头的两件 以及温华的一件 允许他不求甚解 只领奇异即可 也不曾刻意偏袒王生 交给吕云长的刀谱招式也都数上乘 甚至连顾剑堂的方寸雷都没有藏私 这对少男少女啊 本就吃苦耐劳 又暗中较劲 唯恐落后于对方 练起舞来都很痴迷风魔 不过显而易见 吕云长的境界攀升速度 远比那王生快上一筹 他的滚刀脱刀已经极为熟人 隐约有了几分宗师风度 甚至偶尔旁听徐凤年给王生讲解 剑招玄妙之时 触类旁通都能说出一些 心有灵犀的独到见底 倒是王生 他认了徐凤年做师父之后啊 不知为何性子越来越内敛 沉默寡言 不再如当初那般的天真浪漫 尤其兴许是吕云长表露出来的习武天赋 少女生出了些许无言的压力 徐凤年对此心知肚明 却没有因此去开解疏导 他心中这份沉甸甸的压抑 临近凉州 徐凤年就很少走一路官道 只拣选那些人烟稀少的路径 让王生和吕云长轮番上阵 让他们尽力各持兵器栖身而尽 两人相比之下 吕云长自然更有气势 大双长刀在手便敢拼命 天欧老子也不怕 对上神仙师父从不藏藏爷爷 都是一股作气冲杀而上 而王生就要逊色许多 每次鹅儿皇出窍 哪怕朝是已经六七行四 神一才二三 恰好与徐凤年对他的蹊跡呀 背道而直 久而久之 王生自己也意识到这个症结 本就油黑粗利的脸庞 表情越来越僵硬 每次望向神情平静的徐凤年 欲言又止 愧疚不安 过了黄花关 再有十几里路 就是梁州 北梁道境内 如今设置十四教位 驻扎镇守十四关隘 有点道线 是刑事论鼻祖顾大祖提出的 五里一岁 十里一吨 三十里一宝 一百里一成 以往北梁不是没有封碎吨宝 相反数量上并不寒碜 只是大多杂乱无章 一旦真正风烟四起 未必能够迅速互相呼应 如今数目略有精简 但是北梁刑事却随之豁然开朗 黄花关便是十四关爱七中之一 由一位资历深厚的老教尉李茂贞 率领三千精兵镇守 李茂贞老成持重 深受老梁王信赖以重 否则徐霄啊 也不会把梁州东大门交给他来把守 这座官城的怀远门 是历代边塞诗人的宠儿 此门寓意为朝廷怀柔而致远 底定西垂 城关两翼延伸出去的昏屋青色城墙 如一尾游龙横穿于沙漠戈壁 龙头一直向北连接山体赤红的摄雁山 山头设有天下第一岁美誉的索阴岁 黄花关往年并不排斥百姓急事 尤其每逢初一十五人来人往异常繁华 只是成为十四关爱之一后 黄花关就冷清许多 穿梭于王朝西北地带的商贸队伍都只能绕路 可谓怨声载道 以至于啊 这若贤教尉李茂贞为此专门递了一份折子到青凉山 要求重开城门和军屯 三千精兵啊 便能无需梁州分发军饷 甚至可以挤养边军 当时徐凤年并不在王府 梧桐院那几位披红汉林 为此还有过争执 最后是顶替绿义进入梧桐院的陆成宴 一锤定音 不回了老教尉李茂贞的折子 听说老当义壮的李教尉 险些词官隐退 公然大骂梧桐院那些头发长见识短的婆依 当了家却不知柴米贵啊 早晚会掏空王府的家底 老教尉甚至连年轻藩王也没放过 说了一句 嘴上无毛 办事不劳 最要好苦 早自满马虎 多少天因我苦苦 古明的路 我一旧一湖 帝王江山寄普途 θ又их在哟 我会待客 你 爱 informed 아니면 跳 云 阳